木伐琼的317天 昨天海盗老大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抵达了海上城市脚下 我们紧急封走了所有进城要导 然而这时二愣子却说出了一个坏消息 哎 根据二愣子昨天所说 海上城市现在用的是储存垫 也就是城市的备用垫 一旦有了 一旦备用垫耗尽 城市的五处滑梯逃城门将会自动全部打开 海盗老大率领的小弟们会蜂拥而入 将内有门非常不利 昨晚我想了一夜 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扭转乾坤 并且我现在已经有了计划 首先我需要制造电池充电器 源源不断的给备用电池充电 以保证城市不会断电 二愣子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手倒揽子 秀妹子 接下来就是你这里 你负责吸引海盗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最好是让他们聚集在一起 而我要做的就是登上塔顶 从城市的防护罩蹒蹭而下 主动出击偷袭海盗 好 行动 二愣子 我说行动 你 浪哥 重点起在哪 浪哥 我怎么吸引他们的注意啊 昨天跟这层防护罩下炸不得 听的声音非常耳熟啊 那是我一辈子也忘不记的声音 好像是老冤家有小浪那小子 老大 是狠像 好好好 真是 云家路斩呀 记得我第一次知道他 还是奔波爸和爸波奔赛的时候 他俩告诉我 在那小子身边 发现了我 一直心心念念要找的人了 那次我 刚找到他们的船 还没跟他见上一遍 竟被那小子敲破了头 晕了过去 老大 是不是昨天在防护罩对面 拿着半场我们拿小倪子 这么多年没有见 他剪了头发 我还真有点认不出了 不过 直觉告诉我 是他没错了 以后他再过来 都给我好好看看 是 浪哥说 需要达量的母班 直到一线佐果的 逢利法典籍 更简单 这个好办啊 苏华说 央鼠前日 永鼠已是 入井窝门又难 把你们看了做法典籍 也不算果粉 快快快 看看看 浪哥给了我一架钢琴 和一个收音机 能干啥呀 弹琴 唱歌 嗯 好像是可以 我去 都凑过来了 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想听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为你们演奏 OK 轮到我了 听二勒子说 乘坐电梯高塔 就能直接到达海上城市防护罩的上面 走 到了 嘿 现在我 算是已经出了海上城市了 哦 真的好高呀 嘿 我的脚下 就是成身防护罩了 还是透明的 看着就有点腿软啊 恐高的人 我看 根本不敢挪动脚步的 哦 这是炸弹 上次被绑 被海盗收脚 不过 现在被我拿回来了 一共还剩三个 威力巨大 大只群海盗 足够了 走 出发 继续向下 哦 就在这里吧 下面 就是海盗的飞船了 敢围困我们 真以为我们好欺负 看我 炸了你 嘿 这么多年没见 他还是这么 多彩多艺 温温可人呢 哦 你大爷的 是谁 报告老大 上面有人 我们背头洗了 什么 哈哈哈哈 海盗们 场上浪爷 送给你们的 跨年礼物吧 炸炸炸 对了 还有烟花呢 这也算爆炸物吧 嘿嘿 我射 我射射射 我虽然脚耳冷子 但是我不杀呀 看这么多数 直到缝力法点集 但是 这放虎着假的 趁势力又缝吗 哦 妹缝 拿酒不弄法点 不弄法点 拿酒 惯了 哦 啊 嗯 这滑梯逃上门 怎么动了 别aved 要 帅 咇就 爹 你